Hello,大家好,我是一屋四寶 我是Anthony 我是Yan 我是珍珍 我是Dowdow Hello,大家好,我是一屋四寶的Yan 之前我朋友放假駕駛 帶我去新買的地皮 現在正在建房子 地皮旁邊也有很多發展項目 建了一樓,歡迎大家去買 買了那些面樓,即買即住 一件行李就可以立刻搬進去 當時也拍了兩段影片 帶大家參觀了日本的一樓見 很漂亮,很新鮮 所以我知道大家也很有興趣 在問我們,究竟位置在哪裡? 價錢又怎樣? 我們也要做了一些資料 現在解答大家 其實我朋友之前的一樓見 都是用這間發展商去買的 他覺得價錢和用料都很實際 所以這次發展商再有項目的時候 他就第一時間聯絡發展商 直接聯絡發展商 就會節省了3%的中介費和6萬日圓 節省了中介費之後 就只給律師費和保險 以那裡的單位為例 一個單位大概是80萬日圓 100萬日圓左右的費用 今次我朋友買這個單位 就位於大阪的住吉區 貼著淺香中央公園 這個公園是一個看櫻花很漂亮的地方 相信你看到我們第二集的單位 你都知道是貼著一條櫻花布 其實住吉區除了這個公園之外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 在大阪很有代表性的 就是長居公園 那裡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有65公廷 裡面有博物館 有植物園 有很多草地和設施 2002年的時候 Villa世界杯也在那裡舉辦了三場比賽 由家駕車過去大概是8分鐘左右 家旁邊走兩三分鐘左右 就是一條河 那條河就好像小丸子一樣 他放學和小玉出去玩的時間 就會經過這條河邊 可以釣魚、散步 或者卡通片可以摘骨頭菜 以前的小朋友摘草、摘石仔 過了這條河 就有一個很大型的EON Mall EON Mall 如果你們搭車去 就是北花田站 EON Mall真的很好行 除了大超市之外 也是一個家庭式的百貨公司 小朋友設施 大人要行的買衣服、食物等 全部都有齊 由家駕車過去都是5分鐘左右 或者你踩單車過去 因為日本也有單車城市 很方便 十多分鐘就到 距離家裡最近的車站 就叫做 我孫子阿彼哥 我孫子這個車站 就位於日本最方便的 一條交通線路 就叫做裕塘根線 M27號站 如果你要去 深渣橋、天王子、梅田 或者你要搭子彈火車 去這個新大阪站轉車 全部都是搭裕塘根線的 如果你譬如去天王子為例 都是九分鐘左右 有四個站 來到深渣橋 就十八分鐘九個站 地區也是一個名下網 由家駕車三分鐘左右 就會到大阪市立大學 大學那條路 六樹林任一條直路 差不多每天回家都可以經過這條路 是超級舒服、超級寫意的 旁邊還有一個公園 所以我覺得買來投資 或者是自住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今次這個發展商 就用一個地皮裏 隔了十三份 拿出去出售 以我們這裡為例 其實日本一戶建 大致上是這樣 一個地皮裏 我們當時這裡隔了十二份 大致上都是三層高的一戶建 預備了車位給你了 其實一般來說 三層高設計的一戶建 裡面都會有兩個洗手間 一個浴室 然後四個房間 我們第一集的時候 為大家介紹了四號地 四號地的地面積有64平方米 價錢是3415萬日圓 相等於港幣250萬左右 而第二集 飯廳窗和露台 對著櫻花布道那間 那間地的面積比較大一點 78平方米 4080萬日圓 相等於港幣300萬左右 接下來一集會介紹九號地 地面積70平方米 3965萬日圓 相等於港幣290萬左右 大部分入戶建 買地的時候 我們都會了解地面積 我們現在先看第三間屋 看片 Hello 大家好 我是Yen 我們今天看新的樓 全部都是新建築的樓 我朋友買了兩塊地 這裡兩塊地 可以建兩層樓 但他用兩塊地來建一層樓 他不想建三層那麼高 因為樓都是逐層逐層的加錢 你加了天台又要加錢 他和媽媽一起住 他就想不用走上樓走那麼多 所以潮影的家大一點 有一個小花園 兩層就已經夠了 所以看看他這個地盤之餘 就看看他旁邊的樓 旁邊的樓 有些都是新的 起好了 可以買他的現貨 價錢更便宜 還有拿幾件衣服就可以入住 新樓你怎麼看都是一定喜歡的 而現在想看這一間 就是剛剛貼著我朋友的家的樓 他也在考慮 好不可以再買賣 再買賣的話 遲些家人過來這邊住的時候 他也可以搬過來這裡住 再不是的話 遲些過多幾年 拆掉它打通也可以 因為日本買這些一戶建 地皮永久都是屬於自己的 所以過多幾年 幾十年之後 你不喜歡拆掉它再建 也是可以的 這個單位也是不錯的 有個車位 車位就伸進去 不用日曬雨林的 門口 現在的新樓 全部都有這個小庭園 整個門口這裡給你的 你可以自己拆掉它 用來種自己喜歡的東西也可以 或者你保持著森花 它都已經很英俊 很英俊 很容易打理 有防盜眼 油箱 還有如果有窄級便記過來的時候 可以放進去 不用客人 都一定要在家裡收行李 我們進去看看 一個超級大超級美 超級大方的圓關位 一邊擺鞋 這裡就是擺鞋區域 喜歡哪個鞋子 就隨便拿出來看 但我們家裡 人家沒有手尾 可能就要加一扇門 有些衣服 可以跨在那裡 有時候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那些外套不用拿上拿下 放下背包 手袋 還可以放一張換鞋子 在這裡 或者這邊也可以 坐下 放一個小櫃 上面放下鑰匙 口罩盒 放一些小物 這個是三間房的單位 一樓就在一間房間 特別大一點 可以做主人房 你看看 這裡有一個階段位 放進去 就做衣帽間 這裡是落地玻璃 這個就是車位 一樓的洗手間 其實我覺得洗手間 和浴室分開是很好 不用經常搶廁 這個就是浴室 這個就是浴室 還要把櫃子放進去 然後 然後 都很帥 我喜歡 我喜歡 2樓看看 2樓一上樓梯 就看到一個門口 打開它 原來是一個小型的儲物櫃 可以放一些吸塵機 烏衣板 這些大型的東西都很好 客廳和飯廳 好像女字形狀態 客廳就小小小 黏著一個大的露台 露台大到可以開張桌子 四個人出去 享受早餐都可以 這個屋的設計 比較特別 飯廳很大 連同一個島形的廚房 如果你喜歡招呼朋友 幾個朋友一起上來 做食物一起聊天 真是絕無冷場 2樓也有一個洗手間 浴室也是用一樓 一般來說 日本都是流行一個浴室 我們再上3樓看看 3樓就是睡房區 你看看這些細心位 其實樓梯口這些窗 可能都不是經常開 有抽氣線的位 3樓都是3房單位 其實一戶建通常都是4房 這間房間有小露台 我最喜歡露台的房 你看看這個 其實日本的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 我們之前看的單位 那些示範單位 都會有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排隊做什麼的 有萬古董 古董武將 就是一個通風的封口位 如果我們平日出街 或者去旅行 去兩三天 那你一定是要關上窗 關上窗 回到這間房間 很容易 焗到臭 所以就按開它 那你也可以關上窗 第二間房 這個呢 現在它 這間房的窗是很大的 但剛才你看到我們開燈 為什麼呢 因為外面還沒有人入住 它下了一閘 如果你去旅行 一個禮拜的晚上 或者三四天都好 你就可以下了這些閘 它 即是它有一個窗 一個蚊網 還有一個閘 那就保安會好一點 因為始終都是三層高的 扭比較矮一點 這間房子也是 它呢 日本人很流行貼長子 這個發展箱呢 其實它配色也配得很好 我很喜歡用木 還有呢 比較有黃色 感覺呢 已經很有設計的感覺 那全部房子都是 其實呢 我覺得兩個 放在雙人床 全部房子都可以放得到 那你如果一個人睡覺 放在一張單人床 更加舒服 那這個窗也是大的 外面還是有閘 先放下 還有這個衣櫃給它大一點 這裏走廊位置 有樓梯口 放下那些換季衣服也不錯 今次就參觀三間屋先啦 記得訂閱我們一屋四寶 下次再看過